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目由远九西点培训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参参 我是夫妇 参参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都很大 就比如说深圳 深圳虽然人很多 但是大多看上去都很累很紧张 是 是 是 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 压力真的非常大 所以说大多数的人身体或者心理 都是会有各种这样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一款可以解压的甜品呢 当然有啦 先来吃一款酸酸甜甜的甜品 然后再来解决问题 是不是就很容易够了 这倒是也是好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 可以解压的甜品吧 那我们来开始 先看看要准备什么呀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材料 然后这边是奶酪 我们是用到的是180克 奶酪180克 然后四砂糖是40克 还有一个是无糖酸奶 这个现在是无糖的180克 然后柠檬汁是10克 淡奶油是120克 然后还有牛奶 牛奶是用的40克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我们第一步是把那个吉利丁片 嗯 然后剪一下 然后剪了以后呢 把它泡在这个冰水里面 嗯 好 然后我们可以做下面的步骤 嗯 它泡软了呢 刚好我们就可以用的了 好的 好 我们现在先把奶酪 好 那我们先把它用这个手中的这个打蛋器 把它搅一下 把它搅的比较顺滑一点 嗯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了 就搅的差不多 我们可以加东西了 那么加什么呢 我们现在先加那个酸奶 还有柠檬汁 嗯 这个是那个柠檬汁 先加柠檬汁搅一下 嗯 然后再加酸奶 嗯 嗯 这个柠檬汁已经不见了 那我们就加酸奶了 好的 你把我加进去吧 一起都加进去吗 嗯 然后这里有刮到 再刮一下 嗯 嗯 大概要搅成什么状态呀 嗯 就要把那些小颗粒都看不见才可以 嗯 现在还有很多那种颗粒 嗯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就是 搅得差不多了 可以 嗯 用刮刀 嗯 嗯 把它这样子碾压一下 就是把那些粗的颗粒啊 什么的把它 把它碾碎对吧 嗯 把它碾到那个融合到里面去 好的 那我现在来 嗯 超过下一步 好的 你去弄你那边的吧 我就继续慢慢搅 搅会小开的 会把火开小一点 嗯 开到400度左右 400度 然后把我们这个 牛奶 还有那个大奶油 放到锅里 嗯 嗯 我们要把它 那个煮成什么状态啊 嗯 这个的话是要加热到60度 50到60度左右吧 因为温度太高的话 就是等会我们不是要加那个吉利丁片进去嘛 嗯 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那个吉利丁片就会完全化掉 嗯 就我们其实不想让它完全化掉 让它还是有一点那种凝固的功能 诶 真好 52度 我们把吉利丁片放进去 对 现在把刚刚你看 现在我们的这个吉利丁片已经特别的软了 刚刚它是硬的嘛 嗯 现在把它加到这个 刚刚加热好的这个 我们是不可以拿热水去化它 对对对 你拿热水的话它就直接化煤了 都找不到它在哪儿了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冷水去化它 有时候如果天气太热的话 我们还会在里面加一点冰 加一点冰块 只是为了让它软是吧 对 它只是我们只是想要泡软它 并不是把它全部化掉 嗯 我看一下 诶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要慢慢搅 搅拌得比较均匀 差不多都融化了 我们就可以倒进去了吗 嗯 然后现在我加到这个里面 我一边倒你一边搅 对吧 你先搅匀了我再倒 嗯 差不多了吧 很很均匀了 里面已经没有那种颗粒了 对 把它倒到这个慕斯杯里面吧 这个我用的是一次性的慕斯杯 嗯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做成一个慕斯蛋糕的话 可以用圆形的那个模具吧 快看我们这个就做成杯装的了 你直接倒进去吗 好 可以 这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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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我们刚刚的那个酸奶冻汁已经冻好了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把它装饰一下 嗯 嗯 怎么装饰 装饰的话这个就随意了 看你们自己喜欢 嗯 嗯 那放进去 那呢我们会喜欢把那个水果放在这个蛋糕上面 嗯 嗯 嗯 又好看 又好吃 成群的背景呢 好了 下来这个就回去装饰好了 嗯 那我这个装身是會有点随意 可以 自己喜欢就行 那这边可以做 换下来干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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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好 很安静 嗯 感觉就好 我喜欢解压 哈哈哈 现在是一个应该很解压 谢谢 嗯 好 好了 我们那个小时空的设计 全部做好了 好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